大义,上古乌族大乌,因设下九日而洪荒闻名。 在祖乌水神贡功与火神祝荣大战撞倒布州山后, 大义与行天两位最强的大乌,成为了乌族十二毒天神煞大阵的候补者,战死在了上古大战之中。 不曾想,其惊魄竟被妖族所获。 提到大义,就不得不提一名女仙,大义之妻恒娥。 上古时,恒娥乃仁皇之女,大义与恒娥的结合也有一点政治联姻的味道。 但当上古结束后,大义已陨落于大战,恒娥去了广寒, 留给世间的只有嫦娥英悔偷灵药之典故。 这里面,很明显还有其他故事。 李长寿摸着下巴细细体会,赵公民有些欲言又止,但随之就笑了声。 其实没那般复杂,结起结面,结生结落。 赵公民道,老弟,与其想这个,倒不如想想此物如何装回去。 李长寿眉角轻轻跳动,却并未追问,与赵公民一同扭头看向了侧旁。 白则此刻正是满头大汉,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木切摆好。 而后用仙力粘合,总体工作量已是完成了大半。 整个斩仙飞刀的工作原理,李长寿已摸透了。 简单来说,只需要得到大污精魄的认可,就可如意摧发这件斩仙力气。 而李长寿与大义精魄交涉的结果,便是毫无结果。 大义肆已没了任何神魂,抑制,只留下了一个惊魄的躯翘,接近于沉睡的状态。 这大义,怕是受了妖族无尽的折磨,赵公民如此感慨着。 李长寿也是一叹,并未多说什么,一同等待白则忙完。 半日后,白则擦了擦额头热汗,将一只如初的大胡萝,放到了李长寿面前。 总算,不负水神所托。 赵公民走到刚刚拆解大葫芦处,手中露出两只黑点,煞有其事地问了句, 哎,白先生,这里怎么还漏了两个小木块? 白则一惊,连忙转身去看,又跑回来认真看着这只光滑无趣的大葫芦,一阵干着急。 李长寿和赵公民忍了一阵,最后差点笑抽过去,气得白则画出本体,追着赵公民一阵乱拘。 与南大能的快乐时光,就如李长寿上辈子上学时跟死党玩闹一般,这样的日子总是稍顺即逝。 掌握了斩仙飞刀的核心机密,李长寿就开始思索,如何才能唤醒大一惊破?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地府巫族,稍后准备带108魔兵求助时,将斩仙飞刀也带去。 去月宫求见太阴新君。 这个,还是算了吧。 玉帝陛下虽然心胸宽广,而且此时与恒娥也没什么绯闻在外面流传,但谁能保准今后呢? 笑! 稳健二字就体现在了这一点点细节之上,自己离着月宫自视越远越好。 那里,可是玉帝陛下的后花园,保不齐今后继承了华尔天意志的某青天柱,就会成为广汉宫的入木之兵。 心底灵爵轻轻颤动,却是天庭水神府,有人求见。 李长寿转过心神,让这句指道人与功名,白泽回了黑池峰上,自己部分心神落去了水神府中。 收拾好普通的妆容,拿起了普通的浮尘,重新做一个普通的天庭泉尘。 拉开屋门,李长寿看向外面站着的便庄,敖椅,以及更后面的龙脊公主殿下。 李长寿正色道,可是天和水君遇到了麻烦。 敖椅抱拳低头,笑着大喊,恭喜教主哥哥。 便庄也道,恭喜水神大人。 喜从何来? 李长寿淡然反问。 便庄黑黑一笑,左右瞧了眼,离着李长寿更近了些,嘀咕道。 水神大人,您还不知道呢? 在刚当的朝会上,鹰木公奏柄说您擅自下凡,干涉玉帝和王母历劫之事,陛下震怒。 罚您功德奉禄半个月,并罚您去月宫中做嫦娥们的总教席十年。 嘿嘿,嘿嘿。 李长寿张张嘴,整个人几乎被黑线吞噬。 侧旁的敖椅笑道,教主哥哥,这可算是对天庭南仙最严厉的惩处了。 陛下这一招,为什么? 看不透啊。 难不成是想让他去探探路? 月宫嫦娥就是负责天庭大型活动的专业舞者。 他们拥有仙子中千里挑衣的容貌身段,每日都在艰苦地排练着各部舞蹈。 想要入选嫦娥并不是简单之事,且嫦娥是官职,并非固定的称谓,在月宫练舞也是有功德可以拿的。 便庄见李长寿愁眉紧锁,那么道,水神大人,您不开心吗? 敖椅踢了便庄一脚,当真想骂便庄几句。 若这时候表示出开心的情绪,那成什么了? 我且去找陛下言说一声,李长寿心底一叹,就要驾云赶去灵霄宝殿。 这叫什么事? 这要外传出去,传去三仙岛上,当真以为穷霄必消,也是温柔如水。 而云霄仙子的那声跪下,不会对他施法。 不过也无妨,只要自己坚持本我,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天庭正神,深正不怕影子显。 老师,龙吉在旁清话那声,翘脸上带着少许不满,小声道,母亲让您这就去摇池一趟。 李长寿念头转动,已是明白王母要自己做什么,心底略微一抽搐。 得,上一刻他本还想着离岳宫那地方原点,这一刻已是卷入了王母和玉帝的争端中。 片刻后,摇池滑电内,李长寿隔着屏风对鞋躺在软榻上的王母做了个道一,口称,小神拜见娘娘。 王母有些慵懒的嗓音,透过屏风传来,左右都退下吧。 娘娘。 李长寿赶忙喊道,还是让各位仙子,留下吧。 王母轻笑了声,抬手示意周围侍奉的仙子们,不必退下,开口道。 长庚爱卿,陛下似因你扰乱了他历劫之事,颇为气愤。 哎,李长寿低头苦笑,为了天庭安稳,为了陛下之声明,小神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 确实提都不提罪魁祸首是您这种话。 王母满意地点点头,又道,此次陛下,罚你去月宫做总教席,你可有什么怨言? 李长寿,这能去吗?这真的能去吗? 想想今后二师兄的惨状,他现在只想搞定了风神大劫,留个化身在天庭做天地信使。 算了,这事也急不得。 李长寿做了个道医,谈道,小神自是不敢违抗玉帝陛下的命令。 那你是想违抗,又不敢的意思了? 王母娘娘轻笑了几声,水神趴渗,陛下的心意,天庭谁人不知,谁人不晓,你且去救世了。 不过,来了来了,请娘娘试下。 我听不少女仙说,月宫嫦娥们九叔修行,只知玩乐,长更爱卿去后,定要让他们操练起来,莫要给天庭女仙抹黑才是。 李长寿心底一阵抽搐,王母娘娘这是想让自己训练出三百经国不让须眉吗? 以后玉帝陛下偷偷摸去月宫,却见一位为女仙舞刀弄枪,披甲带亏。 小神,明白。 李长寿低头应了句,只感觉一阵头疼。 回了水神府,李长寿在书房中来回踱步,思考着自己该如何应对。 名声二字,对他而言不算什么,但总归要考虑下结教先的感受。 此时正是团结产结两教的关键时期,自己可不能出现什么差错。 但偏偏,玉帝陛下并未考虑这些,直接给他安排了这个肥差。 嗯,说不定还存了让自己帮他探探广寒宫之路的心思。 没办法了,此时只能拖。 自己手上还有个任务,是去接华云上天庭,先拖这三个月。 至于后面,上次陛下起兵讨伐妖族,但因高手不足,无奈回反。 天庭威严遭了重创,自己此时手握妖帝应洗,可以给妖族气韵致命一击。 玉帝心底正有气,自己不如建言再次出兵,当着妖族的面击溃妖帝应洗。 而后用灵报大阵清洗大半妖族,再让天庭以碾压的态势镇压北周边界。 此次,为何不去请产结两教高手出手? 且不说产,结圣人弟子的面子问题。 之前不去,现在大街到了头顶就怂了,这岂不让人耻笑? 在换的角度考虑,玉帝派人去请撤闭门羹,自己去请,就请动了圣人弟子出手。 这未免太打玉帝陛下的脸。 待剿灭了北周边界之妖,自己就可顺势请攻,跟这次的处罚攻过向底。 仔细想想,当真是一条妙计,时可谓一旦属鸟。 天庭丢掉的威势,越早捡回来越好。 妖族拜英,三百嫦娥总教习。 李长寿盘算一阵,立刻转身回了书桌后,提笔写了一份奏表, 又暗中安排指导人,将妖堤应洗,送到了天庭水神府中。 另一边,李长寿留在雀州城下的指导人,早已将画云暗暗护住。 有件事也不知玉帝陛下是否知晓,便是这画云对杨天佑,已是满心倾慕。 这事,说起来也是颇为麻烦,只能长话短说。 大抵便是,在雀州城遭受危机,画永明十九岁那年, 他遇外出杀敌,便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托付给了可以信任的好友, 书院同窗杨天佑,将军百战未死,成头一抹红装。 夏宁霜把画永明抱回了夏府,养伤就有不短的岁月, 后面更是发生了那一夜,这期间也有个半年之久。 后,画永明入坠夏府,自己母亲和小妹也在夏府旁立买宅院, 一家人其乐融融,与杨家走动也颇为频繁。 杨天佑家是本城富商,不然当日也进不得书院。 而杨天佑本身也颇有经商之才,年纪轻轻就声名远传, 再合适的年纪成了家。 画永明与夏宁霜归天时,杨天佑已是三十岁, 西夏有了义子,但自己原配夫人不幸病逝,并未再续。 此时画云已是十六七岁的少女,因此前颠沛流离, 心智也比同龄少女早熟现, 对此前与他百般关照的杨天佑,早已是中了情根。 玉帝陛下给画云托梦时,画云说想在世间留恋百天, 就是想去对杨天佑阐明心意。 根据李长寿的观察,若杨天佑答应了画云, 画云就会放弃去天庭做公主。 若杨天佑不答应,画云也只能黯然离去。 李长寿也有些好奇,不知杨天佑会做哪般选择。 当下,李长寿招来敖蚁和变庄, 则令他们好好操训天庭水兵不日或许就有大战, 自己要去做陛下交代之事,三个月后回返, 顺便暗示他们两个将这些消息在天庭中传开。 于是,三个月后,李长寿此时做好了有关北州的布局。 与巫族协商出部分精锐, 与龙王商坛请来数百高手, 又将奏表和妖帝应席准备妥当, 且备好了三套完善的后备方案。 这次,他们是要打出天庭的威势, 打灭妖族的气韵, 让妖族今后再不可能聚起数百路妖王这般声势。 趁着修行悟道的间隙, 李长寿还去了结教金凹岛拜访, 也去了太乙真人洞府言说灵珠子最近的变化, 愁挫着两教联谊活动。 虽然路上还碰到了燃灯, 让李长寿的好心情被破坏了少许。 但李长寿一改此前对燃灯的态度, 含笑且真挚地与燃灯打了个招呼。 这让燃灯颇为费解, 许久都在思索, 为何天庭水神对自己态度大变? 莫非有什么算解? 到了玉帝, 画有名与画云相约的那日, 李长寿一早就放了两缕鲜光在画云的闺房前。 这是在提醒画云再不去表白, 他就没机会了。 画云果真有些焦急, 犹豫了百天的他, 今日总算克服了心底的那份羞涩。 他细细打扮了半天, 换上了一身华丽的长裙, 坐着府上的牛车, 赶去了杨府。 下车时, 已是邻家由女出掌城的华云, 看待了不知多少凡人。 他低头进了杨府, 杨府的庸人自不敢阻拦。 顺利寻到了书房中的杨天佑, 画云咬着嘴唇, 目光注视着眼前正有些纳闷的心上人。 怎么了? 杨天佑此时已非愣头青, 自身与画云也是颇熟, 见画云面露难色, 便关切地问。 你不是说, 今日也要出远门, 去寻有名凶了? 杨, 杨大哥。 画云不小心咬到了舌尖, 那句话到了嘴边, 却还是说不出口。 暗中看戏的李长寿, 差点笑出声来, 这般少女的羞涩, 当真是世上少有的美好之物了。 有话说就是, 杨天佑笑道, 可是须盘缠了。 不是, 画云禁不住抬手揉了揉眉头, 小声问, 杨大哥, 你有没有? 在续弦之意, 杨天佑正了下, 随后明白了点什么, 笑道, 王七尚有余梦, 并不愿多想此事。 画云抿了抿嘴角, 低声道, 画云明白了。 若有缘分, 他日再见。 岩霸转身便走。 正此时, 李长寿用天庭水神的模样, 出现在了空中, 手中浮沉轻轻易甩, 一座白云凝城, 散发着鲜光的梯子, 落在画云面前。 仙子, 李长寿笑道, 该回天了。 这般举动, 当真有些故意显摆之意, 但李长寿必须保证二郎神能顺利降使, 不得已, 对还是凡人的二人, 用了一点小算计罢了。 画云踏上云梯, 身形就自行飘向空中。 他扭头看去, 杨天佑正在书房前满脸惊诧, 雀州城内的凡人们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, 他们始终是缺了, 安水城凡人们的那一份淡定。 这一幕, 在雀州城中留下了众多传说, 但李长寿却知, 这不过是画云与杨天佑故事的开始。 李长寿将画云送去了瑶池, 由王母安顿照料, 安排修行成仙之事。 刚做完此事, 木工就找上了水神府, 催促李长寿去月宫任职。 李长寿反手就是一支奏本, 一方大应, 拉着木工回了灵霄宝殿, 乘于玉帝价前。 少请天庭震动。 文臣武将齐列灵霄殿中, 玉帝陛下载着金甲, 水神, 木工站在玉阶之上, 左右而立。 这般情形, 他们此前不久刚经历过, 玉帝陛下亲自带军讨伐北周之妖, 但最后因众圣人弟子故意为难, 玉帝陛下心念天兵天将损伤, 直接退兵。 但今日不同了, 只因天庭之中, 那个总能给他们整出新活的水神, 以完整回归。 玉帝照出天地神权剑, 将这把剑直接推到了李长寿面前, 笑道, 今日之战, 长庚主阵。 自今日起, 水神列三阶正神之位, 向二阶正神之功德, 主天庭杀伐之事。 李长寿双手捧过神剑, 高举过头顶, 高呼一声, 尊陛下命。 下方天庭众仙神, 齐声高呼, 天庭各处金光闪耀, 天道之力越发浓郁。 小穷风某个阴暗的角落, 一只木盒突然被撑破, 一方宝塔, 一只青铜长齿, 滴溜溜地打着转, 黑翅峰上的白泽, 也停下跟赵公明拼酒, 化作本体模样, 眺望着高空。 正余医 expertise, 在视频时限去看行为, 海浪春 Liberty 地彩类整节目光明, 从来 bleiben很为了, 对手杀伤地表。 其他时间对7月的男朋友去 YouTuber,